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周 今天跟大家來開的好東西 真是好東西 又是這個世家廠 EVA 裡面的名日香 又是一個性價比高 88元 當然的 這是一套舊東西 這個已經是04年了 上條扭蛋片 我講到玩具王國 好像說扭蛋已經開始不夠人便宜 但不要緊的 其實玩具王國那裡 我最喜歡就是找這些東西 在那間店鋪 其實是很大機會找到這些便宜的 因為其實他們都收多些舊玩具 平時他一樓樓上那裡 就已經有很多舊東西了 接著他地上有一層 地下那層就 埋到去高達那邊 去到高達那裡再進去 還有一個位置 是專門放這些景品這些東西 給大家看看卡紙先 全4種 有全4種嗎 因為我只知道有寧波麗和名日香這一套 難道他還有其他兩個嗎 還是他這兩個是還有個特別色之類的東西呢 project ever 如果他有4種的話 那是不是還有阿珍希波 然後把你拿出來 小心點 小心點 這裡再一層 然後就出來吧 好響 OK 它是硬膠來的 硬膠 硬膠床 剛開始我在想 床也沒理由弄得軟軟軟的 但正常的床也應該要軟軟軟的 膝蓋這裡陷入去吧 陷之前我們看了什麼 已經有這個十幾 十三年了 即是04年 十三年前都沒有什麼變色的情況 都還好 腳板底 不是隻隻Figure 看腳板底 告訴你 沒有辦法 始終我買這些 我要找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舊東西 因為我對新的東西我沒有興趣 所以唯有找舊東西 偏偏找舊東西 有很多地方 要是沒有 要是炒貴了 例如說回這一隻 這一隻 其實我在 那間出名很黑的 那間 燈光很黑的黑點 那間新龍 那間新龍 我見過有這隻 但它好像 不知道百多元還是兩百元 即是你本身是舊東西 我明白 可能你覺得 舊東西難玩 所以價錢要高一點 但你有沒有想過 即是你的東西擺舊了 其實未必會升值的 也有人有說 那間新龍 因為是 所以那些東西賣得比較貴 所以才能留得到舊東西 才很容易被人找到 很多外地的人過來 都中過伏的 這個情況 是不是要叫腳膠召喚 即是我相信它初出的時候 應該都是差不多 應該都是一塊水左右 會不會平衡呢 即是拿起來 感覺到這邊是重很多的 不過你覺得 你這樣放下應該沒事的 對 即是它其實是這樣 就特意 分下一半 然後這裡就可以放一半 就放下零波麗那個 博人家做一套 個人意見 我只喜歡它 沒有辦法 還有我在那裡 我都找不到零波麗 如果有的話 我可能考慮一下 會買完 考慮一下 接著就要上專盤了 它能夠符合嗎 都可以的 但是 很奇怪 因為重量在這邊 它怕不怕轉轉會倒 應該還好的 應該沒事的 應該 先放一個什麼 現在才知道 原來這張東西可以揭 不要理了 剛剛揭得了 放在這裡 做個背景都可以 真的 如果這麼巧 你買這間 世家廠的 那些 那些 那些景品 上去這個網上看一看 看它還有沒有其他 那些 有些適合你的角色 那 多數它都真的會 賣到很便宜 這間 那 一有它轉著先 那轉完就看看 可以幫它拍照 這樣 嗯 這條片就差不多了 後面應該是沒話說的 大家就 西山欣賞 啦 有很多 都可以 看不 intermitt 看不下 看不明 那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